都说现实要比电影更加的残酷 1996年7月30日 一位叫做徐婷的女孩子 在夏夜班的路上突然就失踪了 父母连夜的寻找未果 在报警之后大批警力出警寻找 但是仍然是没有找到她 直到徐婷失踪以后的第十天 她的尸体才被人发现 当时的现场一片凌乱 警方只在徐婷的自行车上 发现了四枚指纹 徐婷到底经历了什么 是谁残忍杀害了她呢 徐婷失踪那年刚刚二十出头 她原本是江苏省丹阳市 大博镇一家化工厂的治检员 平日里工作非常的认真 因为工作的关系 徐婷偶尔会上夜班 但是无论忙得多晚 徐婷都会骑自行车回家 大博镇并不大 从徐婷家到单位只有三公里的路 按理说 就算她骑得再慢 十五分钟也该到家了 可是徐婷的父母 左等右等 依旧不见女儿回来 徐婷的父亲徐永民 十分了解自己的女儿 无论工作忙得再晚 徐婷都会回家睡觉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徐永民就有些着急 他就给徐婷的单位打了电话 可是单位的人说 徐婷早就走了 这时候 徐永民的心一沉 在冥冥之中 他就有了预感 女儿出事了 徐永民再也坐不住了 他招呼妻子一起出门 从家里边沿着徐婷回家的那条公路 找了好几遍 可是依旧没有女儿的踪迹 老两口等不及了 就赶紧的去派出所报了案 接到报警之后 派出所派出警力 和徐婷的父母一同寻找 但奇怪的是 原本只有三公里的回家路 居然没有留下徐婷的一丝痕迹 当年徐婷失踪的时间是1996年 镇上还没有任何的监控设备 当时接警的是 丹阳市刑警大队的队长洪国平 当年他带着一对警力沿途搜索 并没有发现徐婷的任何踪迹 也正是那个时候 洪国平觉得 此案并不像是普通的失踪案件 那么简单 第二天 洪国平就立即的联系了 徐婷所在的居委会 带着村民们一起寻找徐婷 如此大规模的寻找 依旧是没有发现徐婷 他仿佛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依旧是没有任何的下落 后来 洪国平围绕徐婷的人际关系 开始调查 他期望 以此为突破好 找到徐婷为什么失踪 可是 当洪国平查了一圈才发现 徐婷的人际关系 十分的简单 平时 活动的区域 不是在家里 那就是在单位 虽然徐婷有一位男朋友 可是 在徐婷失踪的当天 他的男友 正在家里面看电视 并没有外出 就这样 洪国平排除了徐婷 与人私奔的可能性 那么 现在就剩下一种结果 徐婷被害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当下最要紧的事情 就是找到徐婷 1996年8月8日 距离徐婷 失踪十天后 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大博镇当地的一位农民 准备去地里干活的时候 发现了一具 已经开始腐烂的女尸 虽然还没有经过法医鉴定 但是看到女尸的穿着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就是徐婷 现场散落着一顶帽子 一双高跟鞋 徐婷失踪的当天 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 也戴着一顶 这样帽 一切全都跟女尸 完全的相符 就在尸体的不远处 警方还发现了一辆自行车 尸体经过法医鉴定 认定为机械性窒息导致的死亡 换句话说 人是被掐死的 除此之外 尸体生前曾经遭受过性侵害 法医对尸体进一步进行了鉴定 确认就是失踪夺日的徐婷 当徐永民夫妇俩听到这个消息 险些混了过去 一项乖巧的女儿被杀 这换作谁也会接受不了的 警方针对现场又做了进一步的勘察 发现在现场有剧烈挣扎的痕迹 警方还发现了一条被扯断的珍珠项链 除此之外 现场并没有发现徐婷佩戴的耳环和手表 针对这一发现 警方就推断谁是一起因抢劫和强奸引发的杀人 那么是谁杀害了徐婷的 江苏省丹阳市公安局 立即的展开了对这起案件的侦查工作 据悉 徐婷的尸体是在他下班必经之路的一条岔路口发现的 距离村子并不太远 根据这条线索 警方就推断 徐婷在下班的路上遭遇到了凶手 也正是在此时 凶手劫持了徐婷 并且将其胁迫至附近的岔路口行凶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徐婷的尸体 在下班必经公路的一条小路上被发现 如果徐婷被害的时候 大声的呼救 附近的村子那是应该能够听到声音的 可是 警方走访了附近的村庄 并没有发现异常 如果附近村民作案 那应该不会选择距离村子比较近的区域 根据这一推论 警方排除了村民作案的可能 侦破的工作一度就陷入了停滞 不过 令所有人兴奋的是 从徐婷被转移的自行车上 警方提取了四枚清晰的指纹 这让警方十分的兴奋 侦破工作终于是有了突破 随后警方就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排查指纹上 就在这时 警方多现并行 一方面从到丹阳市大博镇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开始查起 一方面在以案发地为原心向外派查 以此筛选是否有人以走亲房友为名在当地作案 同时警方根据现场调查情况继续的推理 从现场情况来看 不排除有团伙作案的可能性 洪国平认为或许有一个人作案的可能性 但是根据现场的情况上来看 警方更倾向于团伙作案 除此之外 根据现场反抗十分激烈这一条线索 警方就推断凶手当中有人受伤 不久之后 警方就把目光投向了大博镇的砖瓦厂 因为业务量大 砖瓦厂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需求 为了不漏掉任何一个线索 丹阳市警方出动了上百名的警力 并且对大博镇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一方面警方搜集可疑人员的信息 一方面出警人员从外来务工人员处搜集指纹 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很多 警察们每天都会带回来上百份的指纹文件 即便如此 检验组也是毫无怨言 一张一张的与凶犯留下的指纹进行比对 可是令所有人失望的是 没有一份指纹相符合 不过在案发之后 依然有两条线索给了警方的侦破方向 大博镇有一位叫做孙明的年轻人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据悉这个人从前曾经追求过徐庭 更让警方怀疑的是 此人很奇怪 居然在炎热的大夏天穿着长袖的衣服 另外一个让警方怀疑的线索 是五名湖北籍的打工人 当时警方正在全力的排查 外来务工人员 这五名工人便进入到了警方的排查范围 不过经过核实小组进一步核实 这五个人的嫌疑很快就被排除了 最后留给警方的只有孙明这一条线索 可是经过对孙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排查 警方依然没有发现孙明的踪迹 因为当时警方推断是团伙作案 所以有人不得不怀疑 孙明是不是被他的同伙给灭口了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孙明的这条线索最终也断了 让警方的侦破再次陷入僵局 除了手中的四枚指纹 再没有任何新的线索 除此之外 警方已经把周围村镇搜查了个遍 依旧没有任何的收获 警方就再次的把目光 放在了手中的四枚指纹上面 1996年 警方只能是通过人工一张一张的比对指纹 大博镇的外来务工人员 以及当地可疑人员的指纹 全部被排查了一遍 最终又被警方一一否定 再到后来 警方转移了方向 他们调取了各地未侦破案件的 嫌疑人指纹 并且和手中的四枚清晰的指纹 一一的比对 即便已经过去了24年 丹阳市警方依旧没有放弃 其实徐庭的父母早已经就不抱希望了 在他们看来 女儿已经走了20多年了 警方也没有找到凶手 或许女儿被害案 这一辈子也没有办法找到凶手了 他们能做的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思念女儿 为女儿的遭遇而流着眼泪 2020年的年初 徐庭被害一案终于迎来了曙光 丹阳市公安局在年初对案件重新进行了审理 并结合新技术对案件重新排查 终于案件遇到了重大的突破 原来江苏省成立了特别专案小组 并且把徐庭案提取的四枚指纹重新进行了编辑和校正 并且把四枚指纹录入到了指纹库 重新进行了筛查和比对 终于其中一枚指纹比对成功 这可让丹阳市的警方十分的激动 为了进一步核实指纹 他们就找到了比对成功指纹的原始记录 再一次的进行人工核查终于给对上了 丹阳市警方苦苦寻找了24年的指纹 终于出现了 根据资料显示 比对指纹是来自一位服刑人员叫高姆亮 他是安徽影商人 目前在安徽省合肥市鼠山监狱服刑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丹阳市警方筹派了警力到鼠山监狱找到了高姆亮 高姆亮被丹阳市警方提审的时候 已经隐隐猜到了原因 外围的警力在把人押解回丹阳之前 对高姆亮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据悉高姆亮之所以在鼠山监狱服刑 是因为犯了轮奸罪 警方推断徐庭案为多人作案 如今找到了高姆亮 再找到其他的同伙 那就不难了 经过外围警方的排查 发现高姆亮曾经伙同他的哥哥高姆怨犯强奸罪 让很多人想不通的是 高姆亮明明长相还可以 为什么非得要通过犯罪的途径寻找异性呢 难道他的身体里真的藏有犯罪的基因吗 还有伙同高姆亮一同犯罪的高姆怨 如今在哪里呢 据了解高姆怨早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如今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高姆亮原本也是被判处了死刑 但是缓刑两年 按照法律规定 犯罪分子在死缓期间 若无故意犯罪 两年之后则可以减为无期徒刑 如今高姆亮在鼠山监狱继续服刑 2020年5月29日 丹阳市警方终于把高姆亮押解回丹阳市 虽然徐庭案已经过去了24年 案发地也已经变了模样 不过丹阳市警方依然有信心 从高姆亮的口中找到当年的真相 终于高姆亮找共了 跟丹阳市警方推断的一样 徐庭案是团伙作案 其中伙同高姆亮实施犯罪的 不仅有他的亲兄弟高某院 还有他的堂兄高某平 原来当年三个人从老家 来到丹阳市寻找机会 本来高某亮等人 想在当地的砖瓦厂当工人 可是了解到工厂的工资并不高 干的活又太辛苦 最终几个人决定再去外地看一看 就在临行之前 三个人发现囊中羞涩 想要趁着半夜偷点东西 卖点钱 就在三个人商讨的时候 突然就看见了下晚班回家的徐庭 几个人假借向徐庭问路 就把徐庭给拦了下来 当徐庭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三个人终于面露凶相 徐庭见状准备大声的呼喊 却被高某平捂住了嘴巴 就这样 徐庭获救的唯一希望 那算是断了 三个人把徐庭从公路扯到了岔路 并且实施了犯罪行为 高某院 高某平和高某亮 三个人侵犯完徐庭之后 并没有立即的离开 高某平突然就想到 自己曾经到过徐庭住的村子 担心罪行败露 高某平用罪恶的双手 又夺去了徐庭的生命 根据高某平交代 当时他负责转移徐庭的自行车 也正是在此时 他的指纹留在了徐庭的车上 处理完一切之后 高某平返回到案发处 徐庭已经断气了 三个人就把徐庭的手表 耳环以及身上的财物 洗劫一空 为了防止徐庭被发现 三个人又把徐庭的尸体 藏匿在不远处的棉花地里 就这样 无论徐庭的父母 警察和村民如何的寻找 都没有找到徐庭的踪迹 得手之后的三个人 不敢再担扬 继续的停留 他们沿着铁路 整整跑了一夜 终于在天亮的时候 搭上了一辆回乡的大巴 逃离了三人犯下罪行的是非之地 不过 发网灰灰 疏而不漏 丹阳市警方还是凭借指纹 找到了凶手 高某量被积压的时候 丹阳市警方又重新提取了他的指纹 当他们再次把高某量的指纹 与当年的思美指纹 重新比对的时候 全都符合 当高某量向丹阳市警方 交代了一切罪行之后 他们立即的展开了 对其他嫌疑人的追捕 高某院在徐庭案之后 又实施了其他的犯罪行为 他呢 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那么徐庭案的另一个犯罪嫌疑人 高某平在哪里呢 丹阳市警方立即辗转到了 高某平的老家 虽然他在徐庭案之后 并没有再次的犯案 不过 高某平因为一次意外 早已经在2017年离开了人世 按照刑法规定 如果犯罪嫌疑人死亡 便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是 此案还剩另一位犯罪嫌疑人 高某亮 因为徐庭案已经过去了20多年 高某亮对于当时犯案的许多细节 已经记不住了 不过他对两件事印象十分的深刻 第一 当天晚上的月亮很圆 第二 被害人穿着一件白裙子 后来经过了解 徐庭在被害的那天 是1996年杨丽的7月30日 如果要换做农历来看 是6月15日 果然是一个月圆之夜 而且高某亮记住的另一个细节 也与徐庭被害当天的穿着相复 即使逃脱法律制裁20多年 谋高一尺 道高一丈 高某亮隐藏的罪恶终于是真相打败 虽然正义有些迟到 但绝对不会缺席 不过自从高某亮被抓捕归案之后 很多人对徐庭案有一些疑问 按照刑法规定 法定最高行为死刑 或者无期徒刑的 超过20年的追诉期 便不再追诉 难道说 丹阳市警方费尽了力气 找到的徐庭案犯罪嫌疑人 就没有办法追诉他的犯罪事实了吗 难道说 犯下罪行的高某亮 真的就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吗 即便如此 丹阳市警方依旧没有放弃 他们向丹阳市检察院申请 终于迎来了转机 原来 针对高某亮犯下的恶性案件 检察院可以向最高院进行追诉期核准 最终 高某亮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按照刑法规定 如果在亚人员在服刑期间被发现了漏罪 那么 法院针对漏罪会再次的审判 徐庭案中 高某亮犯案的时间为1996年 不过 高某亮在2003年到2005年间再次的犯案 根据法律规定 漏罪的追诉期便不再根据首次犯罪来界定 而是根据再次犯案的时间进行重新追诉 也就是说 对高某亮的追诉期 要从2003年重新计算 这样看来 2020年 丹阳市警方侦破了徐庭一案 并没有过追诉期 只要犯罪发生 就会留下痕迹 法网灰灰 熟而不漏 在丹阳市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 终于将真凶 缉纳归案 徐永民夫妇俩 听到了案件侦破之后 更是激动的老泪纵横 20多年过去了 他们早已经对女儿被害一事 不抱任何的希望 丹阳市终于破获了徐庭案 更是擦拭了徐永民老两口心中 沉寂多年的阴霾 好了 感谢您今天收听老欧讲大案